点亮星光 点亮星光 点亮梦想 各位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大朋友和小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音乐快递特别节目 点亮梦想 我是月亮 我是金豆 我是Dormi 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迎来了那些热爱音乐的孩子们展示他们的才华 那同时截止到目前为止呢 我们的月亮班已经收获了22组小学员 截止到目前为止呢 我们金豆班收获了20组优秀的小学员 Dormi团队收获了是18组小团员 为大家来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三位非常可爱而又专业的梦想导师 月亮班的请来的是大朋友和小朋友都非常喜爱的著名的音乐人郭峰老师 欢迎 希望我们月亮组能够继续的第一名 我也要介绍一下我们今天为大家请来的是北京儿童艺术剧院的导演王泽导演 欢迎泽导 大家好小朋友们好期待我们一起创作最好看的儿童音乐剧 金豆呢为各位来介绍一下来到我们金豆班的注目导师 就是中国传媒大学教授石鹏欢迎 大家好小朋友们好希望你们能够来到我的组里边期待你们的到来 那么让我们用掌声欢迎我们今天的五组小歌手闪亮登场 欢迎你们 我们的五组小歌手呢现在已经来到了我们的舞台上为你们来介绍一下我们的规则 一会儿你们要根据抽签的顺序来决定一下你们的演唱顺序 演唱自己的拿手曲目 演唱完毕之后呢我们现场的三位梦想导师和三位团长要根据你们的表现来推登 获得两组以上才有反选的机会 反之将会获得我们的梦想奖牌赞礼舞台 来抽签 来小伙子你先第一个好不好 五号 几号 二号 下一位 这应该是个组合啊 一号 下一组 四号 最后一位 应该就是 三号 掌声欢迎我们的第一组小歌手给我们带来花开中国 名字幕后 红梅傲雪橇嶺 石化中国 牡丹土蕊庄美 山水中国 雪莲欢笑红朵 雄围中国 牡面盛开 凝尘英雄中河 花开中国 万里春色 左蝎暖风垂边凉 长盏村落 花开中国 西方通过 灿烂阳光 菠萨儿者 香烟花歌 老花飘向芬芳 欢容中国 老花飘向芬芳 欢容中国 高欢奔彩 长盐 长盐 长盏中国 绿花璀璨 满梁 欢乐中国 花开中国 万里春色 左蝎暖风垂边凉 长盏村落 花开中国 万里春色 太阳光 万里春色 十几天鳄王 黑夜花歌 观音乐 蓝梁芳光 彷灰山 蓝光 彷灰山 蓝光 彷灰山 结束 然后六位评委一起唱《南望鸡胶》 但是他们今天抽到了一号 我觉得也是 对于我们栏目来说 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开场 天哪 先让他们做个自我介绍吧 大家好 我们是追梦上演组合 我是颜值担当何子佳 我是实力唱将陈子哥 我是弦律担当伊诺 我是节奏担当齐子靳 哪个人都有具体的担当 对 真好 那你们也得介绍一下 今天的钢琴伴奏是谁 今天的钢琴伴奏是我们的老师 各位导师 各位主持人你们好 我是音乐创作人秦继宁 刚才大家听到这首歌曲 叫《花开中国》 是我和磁作家云剑老师 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 一个大型晚会的一个开场曲 那么今天呢 小朋友再次演唱这首歌曲呢 我觉得他们不仅唱出 对祖国的这个赞美 同时呢也唱出呢 这个少年儿童在新时代下的 这种美好生活 我们确实一听这个歌就是晚会的歌 很宏大 很宏伟 四个小朋友唱特别卖力气 那如果我现场考考你们 你看我们有三个班 每一个班都有不同的风格 如果让你们来说的话 比如我们会是什么担当 我们每个班级会是什么担当 先从我们班开始 美女与 野兽 是美女与天才担当 美女与天才 那金诺哥哥跟施鹏老师呢 表演与声乐担当 是唱跳表演全能型担当 全能型 全能型 那你们每一个人的担当 是谁给你们起的 我们老师给我们起了 那我得问问老师 声乐老师 然后您又给孩子们 创作这样的歌曲 那你给每一个孩子的 这个什么什么担当 是根据他平时 跟您学声乐的这种 对对对 特点给他们起的 对对对 比如这个同学 嗓子特别好 他高音可以上HiC 那个特别自然 这个同学呢 他说什么呀 就是表情上 不太放得开 老拘谨 这个呢是大嗓门 嗓门特大 你有时候不控制他的嗓 飞出去了 飞出去了 所以说这个大嗓门 这个呢是叫表情包 这个表情特棒 眼睛刻有故事 你们在一起 那个训练的时候 都像现在这样 这么听话吗 不是 来节奏担当你说说看 实力唱这样 陈子哥呢 他很调皮 然后呢 话老 哎呦 真没看出来呀 半天都没说话了 吃货 哈哈哈哈哈哈哈 哎这叫做不是好啊 哈哈哈哈 看出来了 你 实力唱将你说那两个女生是什么样的 呃 一个是就是老师说的表情方妈 还有一个 没表情 哈哈哈 哈哈哈 哈哈哈哈 这个组合怕是要决战 哈哈哈 呃 我们有一个小愿望 我们想让郭芳老师 跟我们上一堂大师课 也让郭芳老师 跟我们一起演奏 让世界充满爱 好 太好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永远属于你 告诉我不再孤单 我们同花热 我们同人生 我们患着同样的期待 我们风风雨 我们同追求 我们真传同一样的爱 我们风风雨 我们同追求 我们真传同一样的爱 听得好过瘾 我们来为你们推灯 推 推 谢谢 究竟你们会选谁 我早早把灯为你推 这颗心真的属于你 你们的选择是 四个小朋友 三大一弦 我听到有人说紧动了 你们的选择是什么 我们的选择是月亮姐姐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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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来吧 往前一点这样孩子们 来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二位小朋友 闪亮登场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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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chnique 你说每一些美これ saya 我叫刘兴门 今年七岁 我家住在美丽的太湖边 太湖边有美丽的阿福 我也是个可爱的小阿福 我喜欢唱歌跳舞 最爱跳广场舞 我们那里的爷爷奶奶 还经常跟我学呢 我是他们的小领队 广场舞 小阿福是什么意思呀 小迷人 阿福迷人 就形容可爱的小娃娃 就叫小阿福对不对 这个小朋友特别可爱 可爱之处呢 一个是一张嘴 发现这个掉了颗牙 太可爱了 另外一个可爱之处呢 是我从来没有想到 一个七岁的小朋友 唱这个太湖美 唱得还挺有张力的 很有感觉啊 对 它 郁味还有 挺独特的 偶尔中间还有点 兜不住风的感觉 特别可爱 既然既然来到了这儿 那你能不能给我们 展示一下你的这个舞蹈啊 尤其是你自己说的 这个广场舞 来吧 来吧 看来这个广场舞 还真得是大家一块跳的 对 热的 好 谢谢 最后 你这最后这个动作 不是所有的广场舞的人 都做出来的吧 都起不来了 这个 我这好像是 有点危险 专属的应该是 好的 那接下来我们给你推灯了 好不好 肯定给你 我也我也特别喜欢为你推灯 我带了阿弗尼人 我想选谁 就把阿弗尼人送给谁 好的 好 选谁 你就走到那个班的跟前 然后把这个娃娃 递打她的手里 好不好 哎呀 谢谢 哎呀 真好啊 太好了 谢谢 我们收获了一个来自 泰湖地区的一个小朋友 谢谢你宝贝 跟下一位小姐姐交换场地 啊 谢谢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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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就是我是有一年去跟着一个机构去了天津的一个艺术团是小矮团艺术团到那之后发现他们这个艺术团所有的孩子都是听障儿童 但是他们就特别喜欢唱歌 我平时练钢琴的时候就觉得练钢琴特别的苦 但是就看到他们即使是听力有障碍但是他们还是那么的去喜欢唱歌 我就觉得在唱歌的这个兴趣方面我要付出全部的辛苦 平时我去演出的时候就是自己一个人坐地铁因为妈妈她需要照顾我妹妹就没有时间但是她也很担心我 所以我每到一个就是换线的一个点我就要需要跟大家报平安的时候我已经到那一站了 特别自立的一个孩子 我们一起来为晶晶来推灯 好一个懂事的姑娘 来请推灯 今天你让我很感动的是刚才你说出来你对一个音乐的理解的变化 那个是通过你去了小海豚的艺术团 然后发现他们其实是在身体上可能会有一定的障碍 但是他们追求那个音乐的那个愿望都是那么样的幸福和美好 所以从此你把你的观念转变了 希望你把这样的一个故事传递在更多的小朋友 用你的歌声去打动他们 谢谢老师 丁丁最终的选择是 我想选择Dorami哥哥 人特别好 好 照一张相 好嘞 让我们用热烈掌声欢迎下一位小歌手 闪亮登场 好 看你 这么好的 酷使天下 好 刚才我们用热烈扬的 这个是我想邀请 我会发一下 一张拍摄 哪有红拍摄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其实我还是感觉到 你现在需要的是一种 形体和在舞台的表现力的 释放的不够 释放不够 在未来要去 努力地用自己 全身心的每一个部分 去表现音乐的内容 表现自己的情感 这样会更打动观众的 好 来 接下来我们要给 加琪来推灯了 3 2 1 我们可以推展的 我们表示支持 老师 我还给你们准备了一些小礼物 这是我给大家画团扇 你画的 你还有这个 我是这个西瓜 石瓜大赛 我们是莲藕 我们是 小王子 我是王子 太像了 而且这个我都觉得 好像特别像我 对 但这些礼物可不是白拿的 请各位导师 唱一些自己 喜欢的歌 根据这些图片 那我这个简单呀 这个小鸟吗 我要飞得更高 我是一只小小鸟 对 小小老鼠 小小老鼠 吃西瓜 吃进去的西瓜 就是大甜瓜 吐一个 一个就是 一滴子 小鸟 我这个小王子 这个既然大家都说长得像我 我就想到了 咱们组的这个 娟子导演 给我创作的一首歌 叫天降金豆 那你唱两句 励志的一首歌曲 天降金豆 跑了 怎么唱来着 天降万虎 哎呀 哎呀 完了 掉钩 掉钩 到会儿啊 哎呦 哎呦 这个调确实不好 天降金豆 有点不可思议 你的选择是 我想选金豆哥哥 恭喜你来到我们金豆班 耶 鸟的鸟屏雕 不同凡响 鸟屏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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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热闹的世界可能给你教会 长出未来自由发挥 心里藏着一个微信所以更美 爱是你命中的心灵 找你梦里面的路而向前进 你来自不同的星云 修处你的哭 你有你的天空 可别怕冒险 胆词要大一点 快乐会发光 你不同方向 可别怕冒险 胆词要大一点 快乐会发光 你不同方向 你不同方向 哭 胆词要大一点 快乐会发光 你不同方向 哭 胆词要大一点 梦让你发光 你不同方向 梦让你发光 你不同方向 你是不同方向 太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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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最后介绍一下自己 大家要记住一个名字叫做黄金豆 这个东北来的小伙节目贼拉豆 唱歌 跳舞 模仿还有脱口秀 准备好你的掌声画画有没有 哦 既然说到模仿 接下来我就请出我的几位朋友 就是那个字 海家讲坛 坦销古心咯 今天我们不讲三国 那我们讲讲什么呢 我们来讲一讲 这个黄金豆 这个我觉得还是可以的嘛 黄金豆嘛 我觉得它还是很有天赋的 这个还是很有实力的 这个我觉得嘛 我是很看好你的 继续 不装了 摊牌了 你们要的笑声我都安排了 随便聊一聊 让你们瞧一瞧 跟着我的节奏一起摇一摇 要把所有观众征服用我可爱的脸 要把所有评委征服用我的表演 最重要的是把金豆哥哥拯救 这句话绝对周全 完美 你要拯救金豆哥哥 你为什么要拯救金豆 点亮梦想 我看了第一季的点亮梦想之后 我觉得把金豆哥哥 跟其他两位团长是大有所不同 金豆哥哥总是特别的谦虚 把自己的队伍的门槛降得很低 还求别人来自己的队伍 是不是 我就为常能打抱不平了 我就是想拯救金豆哥哥 所以我就苦学才艺 今天终于登上舞台 可以为我们金豆家徒增添光彩 是不是 就表达了 金豆 因为你这个黄金豆天上掉 什么 天降金豆 对 你真的降了一个 你是别名的还是真名叫金豆 我从小户口本上写的就这个名 是这样啊 我代表你的爸爸妈妈 感谢他为你们起了一个这样一个名字 金豆 同样都是金豆 那么两颗豆子为什么如此不同呢 因为他是黄金的 我是金 你已经爆牌了 开心的 所以他有这个责任和义务 来拯救我 来吧 来吧 我还等什么 那我们也得灰着灯 他在那里选你 对不对 金豆你会舞蹈吗 我不是会 我是在我们那块被称作桂林路舞王 很小 很小我六岁的时候 就是我一听到音乐我就无法自拔 就是我就沉浸在里面了 然后我看到两个哥哥在那个街边就是弹集的唱歌 然后呢我就 哎 听着 哎 这个曲 哎 听着特别好听 然后我就凑过去了 然后 然后我就跳 然后围的人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然后把桂林路给跳堵车了 哦 堵车路 然后我爸 这个后面开车要接我 然后说 哎呀 不行啊老婆呀 这会是过不去啊 他说不是人家老儿子 你你展示一段吧 光收不练甲把式来桂林路舞王 来 最好 哎 哇差点啊 今对儿上あと跟她一起跳 哪个杂 pione 还有还有还有人还有呢 啊还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好的 再一次感谢可爱的孩子们 还有我们的音乐老师 对我们音乐快递的大力的支持 这里是音乐快递特别节目 点亮梦想 在节目的最后啊 我们应该有请郭峰大哥 为孩子们带来一首 他的主打的歌曲 也是我们音乐快递 所有的小朋友都会唱的那首 中国 大家说好不好 好 我有一个梦 你有一颗心 我有一颗心 永远伴随亲爱的中国 你有一双眼 我有一双眼 遥望苗阔无垠的中国 你有一段情 我有一段情 祝福保佑平安的中国 中国 是我的祖国 生我 养我 风里种走过 中国 我爱的祖国 给我幸福 给我快乐 你有一双手 我有一双手 创造世界奇迹的中国 你有一份爱 我有一份爱 世世代代守护着中国 中国 是我的祖国 生我 养我 风里种走过 中国 我爱的祖国 给我幸福 给我快乐 你有一个梦 我有一个梦 编织一个美丽的中国 你有一颗心 我有一颗心 永远伴随亲爱的中国 你有一双眼 我有一双眼 遥望 蜂蜂蜣 架望流阔无垠的中国 你有一双心 我有一段情 祝福保佑平安的中国 你有一双手 我有一双手 有一双双脚 世界清洁的中国 你有一份爱 我有一份爱 我有一份爱 世世代代守护着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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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 中国